N-1 N-1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那用這樣子的char conscient 為什麼他可以來test 這個族群的variants 的某一個數值呢 我可以用這樣子來測試 圖群的變異程度是多大呢 怎麼做 這個開圖的能夠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上面是一個什麼 是什麼 上面是一個sum of square 下面一個barriance 沒有問題吧 剛剛提過的 什麼叫sum of square sum of square 這些樣本的值的變異稱之不齊的程度 是樣本的每一個數值減叫平均值 它的距離差異平方起來 這是sum of square 那它也可以怎麼寫 sum of square 是怎麼樣 是我的相當於是什麼 n-1的s平方 就是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sum of square 是不是n-1的s平方 也就是說什麼 我從這一個圖群裡面 我取了一個sample size等於n的一個樣本 然後我這邊的觀測值有x1到xn 我從我這個樣本裡面 我可不可以計算我這個樣本的稱之不齊的程度 假如我要計算這個樣本的稱之不齊的程度 我怎麼算 s平方 是不是 樣本的variance怎麼算 樣本的variance是什麼 樣本的每一個數值減掉什麼 這個樣本的平均值 把它平方起來 和起來 除以多少 n-1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是樣本的variance 對不對 那樣本的variance的話 其實 其實 你還可以畫作怎麼樣 跟這個上面的sum of square 的關係 你怎麼看 所以我們的sum of square 是不是就是等於什麼 這個variance 乘上 樣本的variance乘上 n-1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就是我們剛剛這邊講的 樣本的sum of square 就等於n-1乘以s平方 樣本的s平方乘上 它的divial freedom n-1 那沒有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來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說variance 獨群的variance是多少 這個是我們想知道的 這個獨群的variance是多少 我想知道 那我怎麼辦 我就從這個獨群裡面 取了一個樣本 算出來這個樣本的什麼variance 算出來這個樣本的variance 或者是呢 我就算出來它的sum of square 其實也是一樣的 對不對 為什麼 假如我的divial freedom 是固定的話 我算SS跟算 看它SS的大小 或是看s平方的大小 是不是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都只是乘上一個固定的一個數值了以後 它就變成sum of square 了解嗎 好 所以呢 我就怎麼樣子 我其實在看的是什麼 看樣本的s平方有多大 用它來公企這個sigma 或者是說 樣本的sum of square 有多大 用它的分散程度 樣本的分散程度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在看什麼 樣本的個體的分散程度 或者是叫做觀測值的 每一個觀測值的分散程度 用SS或是s平方來看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說穿的是很簡單 我就從我的樣本的分散程度 它是用SS或是s平方這樣子 然後呢 來看說 那它跟sigma平方 它假如是由這樣的一個族群 是varence sigma平方來的的話 那它應該這樣一圖的話 就會follow chi-square distribution 對不對 那假若呢 它跑到 chi-square distribution的怎麼樣 這個很極端的這個 機率很小的這種極端的值裡面去的時候 你就想知道說什麼樣子 欸 那大概不是由varence 是這個的 讀取出來的 這個樣本 它的母讀具 大概不是varence 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 因為發生這樣子的開始 所以幾率很小 所以整個的那個理論 或者是那個概念 Test的觀念 跟我們Test Mu的概念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有一個族群 它假如是從這個族群出來的話 它應該發生在這個族群裡面 機率比較大的一個地方 它假如發生在這個 我們由樣本得到的值 是發生在這個機率很小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樣 肝冒一點危險說 對我拒絕你 那是什麼 台灣error 對不對 剛冒一點 台灣error 我就下結論說 我拒絕你 聲稱的這個族群 這麼一回事 這樣了解嗎 那我假如落在這個機率比較大的地方 接受了這個聲稱 但是我有可能犯 Tandu error 所以那個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我每一次提出來 只要提出來它的 distribution 然後我們就取了一個樣本 來看看這個樣本 發生在這個族群裡面的機率是怎麼樣 所以了解嗎 好 所以假如這樣子的時候 接下來要來做第二個例題 實際的來用用看 好不好 我們實際的來用用看 它怎麼用呢 所以它的那個測試的過程一樣 也是七個步驟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例子呢 它也是用在 我們前面講過 它其實呢 最重要的是 大概是在做品質管制上面 希望它的variance 是在多少的發揮 好 那麼假設呢 現在有一個題目 我們把這個測試 把它單純化一點 我們想要知道說 它的variance 是不是等於四 這樣 不等於四 那麼 HA呢 我們就說 我們想要測試呢 那 Autority hypothesis 是variance 不等於四 等一下我會給你一個例子 考驗一下 那個variance 不是用這種沒有方向型的 可能要想像說 它到底是哪一個方向 第三個 assumption assumption 有兩個 第一個呢 我們的觀測值 是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我們取出來的樣本 我們取了一個樣本 那個族群裡面 取了一個樣本 那個族群裡面 取了一個樣本 N等於10的 那這個樣本呢 是多大 觀測值是 4.8 3.2 3.6 4.8 6.1 5.6 4.7 5.3 還有5.1 還有7.6 好 這是一個樣本 n等於10的樣本 OK 那這個樣本 是從這個族群裡面 random 取出來的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這個族群的variance 是什麼 4呢 好 那第四步 我們取r 假設我們用0.05 OK 那接下來呢 要定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好 critical region 你要先想到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我用什麼樣子的一個distribution 來做test呢 要test variance 的某一個數值 就是要想到要用chi square 對不對 好 chi square把它畫出來 chi square 從0到補充 那 chi square的時候 要想到它的degral freedom 那 degral freedom 是多少呢 我現在用的是誰 n等於10 那我們剛剛講的 chi square是多少 degral freedom 是n-1的 所以呢 我們的degral freedom 用多少 n-1 就是10-1 是多少 於9的 這樣的chi square 所以呢 我們把chi square degral freedom 等於9的 那 critical region 照誰來定呢 alpha的值 跟前面一樣 critical region的定法 就是 我看alpha是多少 然後我的 Aterity hypothesis 到底有沒有方向性 沒有方向性的時候 就把這個alpha 分在兩個尾巴 平分在兩個尾巴 有方向性的時候 就變成alpha 是在一個尾巴 到底在哪個尾巴 我們下一集 會給大家練習 好 所以分在兩個尾巴 一邊呢 就是多少 0.025 這邊呢 的機率呢 也是0.025的機率 你要把這兩個 兩個 這個critical point的值 找出來 我們找一下好不好 大家把書拿出來一下 看一下 我們書上的副表 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在 table c5 appendex 那個table 第五個 大家找一下 G5的那個表 來教你怎麼查那個表 G5的那個table 它是這樣子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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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這樣對不對 它這樣子畫 什麼意思呢 它這個表上寫的是 Cumulative Chi Square Distribution 累計的 Chi Square Distribution 表示說什麼 從0累計到這個 某個 Chi Square的值得的話 這邊的機率有多少 那這個機率寫在哪裡呢 就寫在這個表的這邊 上面的這個 橫軸的這邊 就有這個機率 所以上面的這個機率 是從0累計到 某個 Chi Square的值 下面這邊 就是這個 某個 Chi Square的值 就是橫軸的這個 Chi Square的值 是寫在這裡的 是寫在這裡的 的機率是多少 那中軸這邊是什麼 Teguar Freedom 是這樣子下來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大家來查一下 剛剛講的 Teguar Freedom 等於9 那累計到這個什麼 從0到某個 Chi Square的值 它的機率是0.025的時候 你要查哪裡 這邊有一個叫0.025 這邊有一個 Teguar Freedom 是9的這個 這個 Chi Square的值 是多少 多少 0.484是不是 2.70 對 是2.70 2.70 對不對 這個是2.70 OK 然後呢 還有一個是多少 可以寄到這裡的 所以要多少 0.975 0.975 看0.975的那個數值 0.975 這邊的這個數值 多少 19點多少 19點 0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這個 Critical Point 然後出來的Critical Region Critical Region 就變成在哪裡呢 Ci Square的值 假如從0到2.70 或者是呢 Ci Square的值 大於19.0的時候 我們就要拒絕H0 接受H0 那要是落在2.70到19.0之間 我們就接受了H0 這樣知道嗎 這就是接受的範圍 拒絕的範圍 所以Critical Region 導出來了以後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算 它的Ci Square的值了 Ci Square的值怎麼樣 從樣本的第六部 算它的Ci Square的值 那Ci Square的值 是從樣本的 要來算足群的 對不對 就是第六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上面的這個數值是多少 分子的 其實就是在算 那個樣本的 n等於10的那個樣本的 sum square 對不對 所以那個數值是多少呢 是多少 每一個數值 我們這樣子看好了 sum square除以sima平方 所以這個sum square等於什麼 等於我的每一個數值 這個 4.8 減掉 這個 x bar x bar 不知道多少 等等等等 一直把它加起來 那這個數值的話 得出來是13.736 OK 所以呢 上面的這個 是13.736 這個sum square 這個sima平方 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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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in the null hypothesis 你是說 它是不是由族群的 variance等式 這樣來的 所以這邊放4 OK 然後得出來的數值 叫多少 3.434 可以嗎 好 那麼 t square算出來以後 第七步下結論 我的 x square值是 3.434 如果在 degree of freedom 等於9的 這樣的 x square的 distribution 的哪裡 接受的範圍 3.434 是不是掉在這裡 這個 x square值 從0到越來越大 越往右邊來 這樣的數軸 所以 3.434 比2.70 大一點 又比19.0 小一點 對 落在接受的範圍 好 我再講一次 我的x square 這值是3.434 落在 degree of freedom 等於9的 這樣的x square distribution的 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就接受了 h0 說 這個族群的 variance 是等於4 那 還沒玩啊 我接受的時候 我要告訴人家說 我有可能 犯什麼錯誤 對不對 接受的時候 只會犯什麼錯誤 t square 我了解 我有可能 會犯 t square 結束 可以嗎 這個是一個比較 評估直序的一個test 下面給大家一點考驗 用一點腦筋的一個例子 來做一做 好 下面這一個是怎麼樣子的一個問法 他說 做實驗的時候 常常要用老鼠 白老鼠來做實驗 對不對 那 老師就跟你說 我們接下來 要做一連串的實驗 請你去買白老鼠 但是你知道怎麼樣子 那個白老鼠 那個 那個重量呢 老師說 他的standard deviation 腦筋的體重 的standard deviation 呢 允許怎麼樣子 at most at most 這個是一個關鍵字 對不對 最多呢 standard deviation 這個是一個sigma 不是6 sigma的話 是0.5盎司 他說 你去買的那個白老鼠 那個體型 體重 不能稱吃不齊太大 那個體重呢 變化呢 那個standard deviation 最多 是0.5盎司 那你怎麼辦 不負責去買啊 那個有 那個 一個 一個老伯伯在養那些白老鼠 賣人 他說 我有符合你的 這樣子的老師的要求啊 你要跟他買回來嗎 你說 欸 我可不可以取個樣本來測試看看 你這個族群 是不是真的是 那個 符合這樣的一個要求 他的 體重的standard deviation 呢 怎麼樣 最多 是0.5盎司 好 好像蠻符合我們今天教的嘛 對不對 我們今天教的 那他 這個 這個 學生呢 他就怎麼樣子 他就去取了樣本啊 就從那個 老伯伯的這些 老鼠 一堆老鼠裡面 他取了幾隻出來 蹭一蹭他的體重呢 他就取了一個樣本 N等於12 然後呢 這個樣本的 這個老鼠的重量 11.9 12.3 12.6 12.0 12.0 11.8 12.1 11.1 11.5 11.1 11.8 還有這個 12.7 11.3 11.9 12.1 好 這些老鼠的體重 你怎麼辦 去做一個 TEST 看看這個老鼠 能不能把他買回來啊 他怎麼做 你要TEST VARIANCE等於多少 STANDARD DEVIATION 的時候 跟VARIANCE 是很類似的 對不對 你可以是 SIMA等於0.5盎司 或者SIMA平方等於多少 0.25盎司 OK 好 所以呢 我們要開始來做了 第一步 H0 我可以去TEST什麼東西呢 我看到我們用了 你可以用SIGMA或SIGMA平方都可以 好不好 SIGMA平方等於0.25盎司的平方 OK 你可以做這樣的TEST 好 我們說過H0這邊 請你都放等於 然後第二個呢 HA 我剛剛已經給你 你暗示了 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樣子 他不是不等於 對不對 不是沒有方向性的 再來 SIGMA平方怎麼辦 這裡可以用大魚也可以用小魚 怎麼辦 有人要大魚 有人要小魚 對不對 只有這兩個可能性 因為老師已經告訴你說 大概不是用沒有方向性的吧 但是你要符合他所講的 你要做的TEST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怎麼辦 哪一個 HA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HA還是這樣子的HA呢 你要把它做那個下對的 否則後面全部都破掉了 對不對 對 好 來 決定了嗎 大家都舉手 看看自己決定了嗎 好 就兩個可能性嘛 對不對 上面的人舉手 欸 比較多人 那下面的人舉手 欸 也有一些人 那 那 那 這個才對 那 這個才對 這個 什麼 他說 欸 MOST 所以你要能夠把它撤出來 說 他怎麼樣 你要不要接受他 你接受他的的話 也就是說 他等於他的時候 你還是符合你嘛 但是他假如很大 VARIS很大的時候 你就不要買他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要有出來這個 你可以做action的 可以回答他的問題的 所以我們要這個 這個 好 第三個 那個 剛剛 剛剛那個 後面選第二個的 幾個同學 再想一想 假如不跪的的時候 下課 要把它理解一下 好不好 好 第三個 assumption assumptions assumptions有兩個 對不對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我們的觀測值 我們的觀測值 觀測值是什麼 老鼠的體重 老鼠的體重 是normal distribution 還有呢 什麼是random example 我從這個獨群 取出來的這12隻老鼠 是random的樣本 從這個族群裡面 random取出來的一個樣本 所以是有代表性 對這個族群來講 是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本的意思 好 第四個 阿華 我們好像用了一個阿華 是比較 嚴格的 我們用了阿華等於0.01 第五個 critical region 好了 好 你知道你要用 ki-square 對不對 ki-square 然後呢 degregal freedom 是多少 n等於12 所以我要找degregal freedom 等於多少 n-1 所以是11 好 在這裡 來了 degregal freedom 1 的ki-square 那 critical region 照阿華 跟 HA 有沒有方向器 來做 來 那 阿華 0.01 就要把 0.01 都放在 一個尾巴 單位 現在有兩邊可以放 我放這邊 還是要放這邊 Critical region 在這一邊 還是這一邊 當我這個sigma 平方大於0.25 的時候 我的Critical region 是要放在 右邊這裡 把0.01 全部放在這裡 還是呢 我的Critical region 是放在這邊 把0.01 全部放在這裡 欸 這個Critical region 弄錯了 後面也全錯 對不對 好了 有兩個尾巴 讓你選 對不對 欸 他選誰 欸 我這個0.01 這個 我要放 右邊的尾巴 還是左邊的尾巴 0.01 看你的尾巴 看你的尾巴 想好了嗎 也只有兩個 選擇啊 選其中的一個啊 想好了嗎 想好了 來 要放右邊的尾巴 舉手 放左邊的呢 欸 左邊的比右邊的少一點 但是呢 剛剛 右邊的只有一半 左邊也應該有一半啊 其他人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辦 不是 我說老師 你寧可 不要給我這樣的 題目做 不行啊 那個 這種事很常遇到的 怎麼樣 他要求 Standard deviation 不能太大 這種事我常常遇到的 平管嘛 挺直管制 你常常會說 因為那個變異程度不能太大啊 要在什麼範圍之內喔 有沒有 這種事很常遇到的 怎麼樣 有沒有人要解釋一下 那個 要放在右邊才對 要放在這裡 0.01 全部放在這裡 不是放在左邊 但是呢 我知道 有些同學 會 誤會 誤會 放到左邊去 有沒有人要 要 幫那些同學的忙 解釋一下 剛剛 剛剛說對的人 要解釋 為什麼你認為在右邊 有沒有人要解釋 曾宇 曾宇 曾宇在哪裡 曾宇 你要不要幫大家解釋一下 嗯 嗯 怎麼會要幫那些 因為 不要太大啦 所以 就 那一種 就是說 有問題嗎 基本上 就是 這樣 也不要太大 所以說 嗯 不要太大 什麼東西的時候 會 會太大 會跑到這裡來 什麼時候開櫃會 會跑到這裡來 什麼時候開櫃會 會跑到這裡來 什麼時候開櫃會 會跑到這裡來 對嗎 對嗎 平方大雲也 這個 這個帶進來 這個越大 這個不是越小嗎 不一定是零點幾 例如說我這個也能測試說不能超過兩個盎司 所以這個等於2,這個大於2 我也可以這樣,差點越大 這裡是很容易迷失的一個地方 你沒有看清楚 所以呢 所以 說不定你們要重新舉手了對不對 然後比較贊成跑到這裡來 對不對 所以你在看清楚喔 是誰 是用誰來taste這個Varis 來 蕭蕾 你想要說 是用這個Varis 對 對 OK 很好 等一下幫他記起來加分 是怎麼樣子 我們手頭上有的是誰 只有上面的這個 這個是樣本來的啊 樣本來的是什麼 N-1乘以S平方 或者是呢 樣本的Sum of Square 下面出於這個 Sigma平方 是你要taste它是屬於族群的這個嗎 但是你手頭上的是什麼樣 你看 樣本是在這裡啊 所以呢 假如我樣本的那個數值 那個Varis 越大 就是S平方越大 或者是呢 它的Sum of Square就越大 這個值越大的的時候呢 它一除 K Square就越大 所以呢 我的樣本的Varis 很大的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傾向於怎麼樣的 說 它的Varis 族群的那個Varis 應該是要比較大的 是要大於你的這邊 了解嗎 比較大於這個值的 所以 Critical Reading在這邊 聽得懂了嗎 我們手頭上有的是這個 或是這個 對不對 是分值的 我由於樣本的這個變異 所以我的樣本的這個變異 我假如得出來很大的的時候 然後一除我的K Square 上面的這個值 這個值很大的的時候 我的K Square 就是不是大起來 是不是 那我的上面 我的樣本的變異很大的時候 我的K Square就大起來啊 那大起來的話 就會掉到什麼樣子 這邊來了啊 所以就怎麼樣子 所以就怎麼樣子 我的樣本的Varis 很大 我當然是傾向於怎麼樣子 說那個族群的Varis 要很大的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會跑來這個 我要是要最後接受說 我的族群的Varis 是遠比這個來大的的時候 應該是怎麼樣 我拿到的樣本的Varis 是很大的的時候 我才會下結論說 我才會下結論說 讀群的Varis 是要很大的 知道嗎 聽得懂嗎 可以嗎 接受了嗎 好齁 這個要把它釐清喔 所以才不會弄錯 所以跑到這邊來 所以請你查出這個數值來 永大的Varylum 一共Viden 等於C yaphora 0.01 全部放在單位 這個Vitual Region 是多少? 二四減七 是不是? 好,所以呢,第六步 來算我們的 i²的值 第六步 i²的值是多少 很好,留在那裡還可以一直用 對不對? i²的值呢,把它算出來 那這一個,這個樣本 n等於12呢 我看看我們有沒有算出來 n等於12呢 它算出來的 它算出來的 sum2 是 1.8 上面的sum2 它的sum2 是1.8 sum2 是1.8 所以呢 它的值是1.8 然後這個sum2 比誰? 對不起 剛剛 這個 0.25 把這個 0.25 開到這裡 來 可以嗎? 然後得到的這個 數值 i² 等於多少? 等於7.2 然後就來下結論 下結論 下結論 第七步下結論 我的 我的 i² 等於7.2 落在哪裡 7.2 落在 degré of freedom 7.2 落在 degrees of freedom 是 41的 ci² 根據 所以我就接受了H0,說它有沒有達到它的要求? 它有沒有達到它的要求?它有沒有超過0.25?沒有,對不對? 所以就接受它的用法律師。 然後我了解,我有用法律師,不要忘了寫這個。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己寫一下,你可以算一下。 這個Sumple Square是這樣,那它樣本的Variant是多少? 算一下吧,樣本的Variant是多少? 1.8,足以多少? Equial Freedom是11,對不對? 所以得出來是多少? 0.164 樣本算出來的Variant只有0.164 然後你要來測試它的讀群的Variant有沒有達到0.25? 所以怎麼樣? 所以你不會去接受這個嗎? 你接受了它嗎? 這樣了解嗎? 另外一個想法了,那它其實是什麼? 就是它這個SV化。 所以分子的的話是我們樣本所得到的這個,它的稱之不齊的程度。 然後用這個Sumple Square或者是N-E乘以S比方,要來測試圖群的Variant 到目前為止,就是用這個Kai Square來測試的Variant是在某一個數字。 下面還有一點點的時間,讓大家做的是什麼? 我們有做了μ95%的Compudence Interval,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也做做Marin95%的Compudence Interval? 也是一樣用這個Kai Square來做 我們的時間可能不夠把例子整個帶進去,但是書上有這個例子。 但是它基本上就把那個Kai Square的Properability把它做出來就好了。 例如說這是一個Kai Square,然後95%的Compudence Interval, 就用它的Properability開始來做。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用Kai Square來做什麼? 做族群的Variant的Compudence Interval。 很類似於我們用Kai Square來做族群的什麼? μ的Compudence Interval一樣。 它也是一樣。 你只要知道它的機率把它寫出來,它的四值的話,然後就可以了。 好,所以呢,這個Kai Square的話,怎麼做呢? Properability,你知道要做Sigma平方的Compudence Interval一定是怎麼樣? 有一個Upper Limit,有一個Lower Limit,對不對? 然後把Sigma平方放在最中間。 然後所以呢,Sigma平方小於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機率,對不對? 是不是要變成是這個樣子? OK,好,那怎麼樣變成這個樣子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其實是怎麼樣子? 從這邊開始來,用Kai Square,因為我們知道 跟族群的Variant有關的這個Distribution,就是Kai Square。 然後我們用Kai Square。 那Kai Square的指是在哪裡呢? 的時候呢,這邊是一減R化呢? 在哪個範圍呢? 一個是一減二分之R化。 然後呢,一個是Kai Square,二分之R化。 在這兩個數值之間的時候, 假如這個R化是0.05的話, 這個二分之R化就是哪裡? 0.025跟0.975的Kai Square之間的機率, 是不是0.95?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圖而已,對不對? 好,然後呢,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查點, 我們把這個Kai Square的公式把它帶進來, Kai Square就相當於什麼東西呢? 它的Variance,是不是我們用這樣好了, 這個N-ES平方,除以Sigma平方。 好不好?把它帶進來, 把它的式子帶進來, Kai Square的二分之R化。 左右的這個Upper Limit跟Low Limit 都維持一樣,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還是等於1-R化。 這個沒有問題吧? 是把Kai Square的數值換成這個而已。 所以,換成這個了以後呢, 你要展開來了以後, 要把Sigma平方放在中間嘛,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想說,這個算分母,不太好玩。 我們把它放到分子去,好不好? 放到分子去的話, 分子分母到了以後, 然後怎麼樣? 等號要到過來,對不對? 所以分子分母到了以後呢, 等號給它出來,好不好? 這個一樣,這樣可以嗎? 這樣沒有問題吧? 分子分母到了以後, 所有人分子分母,這三項, 分子分母都到了以後, 然後等號到過來,就OK了。 好,那麼再把剛剛的這個式子呢,怎麼辦? 我們的最終極目標, 要把這個放在中間,對不對? 所以呢,每一項都乘上這個,好不好? n-1,把分母要消掉, 把這個的分母要消掉, 所以每一項都乘上n-1乘上s平方的話, 中間這一項就會變成它了,OK? 所以upper limit, lower limit就出來了, 所以probability,怎麼辦? 我的中間就剩下這個了,對不對? 然後呢, 左右都乘上什麼? n-1乘上s平方, 然後呢,下面是chi-square多少? 2分之r化, 這個呢,分子也是n-1乘上s平方, 這個呢, i-square, 1-2分之r化, 這樣的話, 1-r化, 所以這樣就出來了, 可以嗎? 那你小孩覺得說, 哎呀,這個看不順眼, 怎麼正啊, 負, 你可以把正負換過來吧? 我說, 哦, s平方, 把它拿到右邊來, 它就是正的啦, 所以呢, pi-square, 2分之r化, n-1的s平方, 把它拿到這邊來, 這樣看比較順眼的話, 這樣子的幾率等於1-r化, 好, 你假如有一個題目, 那就把它帶進來,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 這是從樣本得到的, s平方, 對不對? 這個數值怎麼得來的? 從樣本得到的, s平方, 從樣本有一個, sample size等於n, 然後乘上n-1的, 所以這個數值你可以得到, 然後這個數值呢, 是你查表的, 對不對? 我的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n-1的ki-square, 二分之r化, 還有, 這個, 這兩個數值, 是查表n-1的, degree of freedom等於n-1, d-1的ki-square的表, 去查出來的, 這兩個數值, 分母的數值, 然後把它帶進來了以後, 它帶, 就得出來, s平方的, competence, 什麼問題? 然後呢, 多少的competence呢? 就1-r化, 假如r化是0.05的話, 就是95%的, 可以的,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實際上運算的, 這個、 這個例子呢, 在我們的書上的4.9, 書上的, 你把書上有一個例子是4.9, 例如例如4.9,實際運算過程 把他帶進去就得出了這個 他的Counted Interval 所以今天教的Kai Square有兩個用途 一個用途可以做什麼 可以來Test他的族群的Variance 是某一個數字 第二個用途可以來做什麼 族群Variance的Counted Interval 什麼樣求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 請... 請...